以下是与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Steven Pressfield的对话,他是几本非虚构和历史小说的作者,包括《创意的战争》这本书对我的生活和数百万热爱创造艺术科学业务运动以及其他领域的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强烈推荐他以及他在这个主题上的其他书籍,包括成为专业人士,完成工作,没人想读你的狗屎和战士精神。 此外,他关于斯巴达人和温泉峡谷战役的书籍,如《烈焰》、《战争潮汐》等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历史小说之一,有些人知道我不会回避面对巨大的困难挑战,对于我和数百万其他人而言,其中最难的之一就是每天面对空白的页面时需要毅力和决心去深入思考,创造,尽管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借口,在他的作品中,史蒂文比我读过的任何人都更好地阐述了这种增长。 广告赞助商Jordan Harbinger节目和Cash App的简要概述,请考虑通过访问Jordan Harbinger.com Lex并在所有地方订阅他,然后下载Cash App并使用代码Lex Podcast进行支持,点击链接购买所有物品,这真的是支持此播客的最佳方式,这是人工智能播客,我最近考虑更改此播客的名称,但最终决定不这样做,AI是我的热情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播客并不止关于AI,而更多地涉及到一个AI研究者探索人类思维,我们宇宙的物理和人类行为,智力,意识,爱和权力的旅程,我将继续回归到技术计算机科学,机器学习,工程数学和编程方面,但同时也会去与那些对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交谈。 例如作家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和史蒂芬金·Steven King,音乐家汤姆维茨·Tom Wade,政治领袖的,你知道哪些人类运动员吗?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参加这个旅程,像往常一样,我将播放几分钟的广告,不会在谈话中间打断流程,请点击链接购买所有物品,这是支持这个播客的最佳方式。 本期节目由Jordan Harbinger受支持,请前往Jordan Harbinger网站Lex,以便他知道我是如何介绍你到这个播客的。在该页面上有订阅在Apple Podcast,Spotify和其他所有平台的链接,我一直沉迷于听这个播客。Jordan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能够从嘉宾身上找到最好的东西,深入挖掘当事人需要的信息,并使整个节目变得富有乐趣。 他采访过科比布莱恩特,马克库班,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加里卡斯帕罗夫等人,我刚刚听完他与迈克维斯特关于揭穿阴谋论的最新对话。这个主题可以是迷人的,也可以是令人沮丧的,但在这次谈话中,Jordan非常优雅地传递了信息,所以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收听体验。 我强烈推荐你前往Jordan Harbinger网站Lex,以便他知道,我介绍你到这个播客的链接,在该页面上有订阅在Apple Podcast,Spotify和其他所有平台的链接,本节目由Cash App支持,这是App Store中排名第一的金融应用程序,当你使用它时,请使用我的播客代码Lex,Cash App可以让你向朋友发送资金,购买比特币,并以低至一美元的价格投资股票。 由于Cash App允许你购买比特币,我想提到,加密货币在货币历史的背景下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推荐这本书《货币简史》,它涵盖了三万年前开始的记账科技,二百多年前诞生的美元,以及仅有十多年历史的第一个去中心化加密货币。 鉴于这段历史,加密货币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它仍在努力,并有可能重新定义货币的本质。 所以,如果你从Cash App注册,请使用我的播客代码Lex,在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上使用代码Lex Podcast,你将获得十美元。 Chash App还将捐赠给第一个,旨在帮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高先进机器人和STEM教育的组织。 现在,让我们开始和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的谈话,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梦想着创造普世和平,但战争却在历史上塑造了我们所知道的文明。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如果你能想象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 或者换句话说,战争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我们要打仗? 我认为,从内心而言,我们基本上与洞穴时代,部落社会中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不同,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思想动态中,存在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对抗性动态,我们的部落是我们的人,而其他所有人则被视为他们。 我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动态没有丝毫改变,只是如何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这种竞争的需求。 你是一名武术家,你知道你一天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致力于达到那种在面对竞争和逆境时完全投入的状态,这在个体层面上是自然的,并且对人类来说是极好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有希望的话,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人类会存在很长时间,那就是通过体育或其他类似的方式,让人们可以表现出他们征服或侵略的需求,同时把对手视为人类。 一旦比赛结束,你们可以拥抱你们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事情,那么你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中的一种创造性力量,具有益处。 我确定,它曾经受益于传播文化,交融文化等等,但我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认为,征服的冲动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地,凯撒大地,拿破仑还是其他任何人,或者即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些植物,如果你让某个特定的植物随心所欲的生长,它就会占领整个山坡,尤其是在亚历山大大地时代,地球上可能有数百个小国家,包括中国,日本,亚洲,欧洲等,每个王子都希望征服它的邻居,然后再征服邻居的邻居,这似乎是种男性物种的普遍本能。 那么,这种本能的实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你写过斯巴达人,在热门玻璃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地,以及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六日战争,你认为,哪场战争对世界最具有变革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我对蒙古更了解一些,因为从我所知道的很少的内容来看,他们的征服是非常具有变革性的,虽然是以残忍的方式将文化带在了一起,那么最具变革性的战争是什么呢? 也许是罗马征服,建立罗马帝国并传播那种文化,或者是亚历山大大地的战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东西方统一在一起。 还有一些战争,不是为了建立帝国,而是与深层次的宗教文化冲突有关,比如六日战争,还有一些征服像蒙古人那样。 据说有相当大的人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也具有很大的变革性,对我个人和我的家庭来说,二战也带来了很大的变革。 你这个Lex,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你在试图传达什么主题? 我曾经和埃里克·韦斯谈过,他说,战争中除了杀戮之外,一切都很好,当然有一种浪漫的战争观念,即作为战士的浪漫观念。 但是战争也有一种浪漫观念,似乎有一种创造力量在其中,因为我们在战斗中创造了文化、音乐和艺术等,赢得战争的社会有更多的欲望来创造。 对我来说,战争不仅仅是我有一根棍子,我想要你的土地,它有着使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创造力量的回响。 就像战争不可能只是四个人,十个人或一百个人,你通常需要数千人,甚至更多的人为某件事情深深的共识,以至于你愿意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 这其中有一种浪漫观念,因为你写得如此出色,同时也非常passionate,所以我想看看是否有一些比愤怒、恨意和征服更深刻的原因让我们战斗。 好吧,让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在写关于战争的时候,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更多的是隐喻。 对我来说,我真正在写我的内心之战和对自己,对抗自己的抵抗力、消极性等等,这些都与灵性相反。 所以,我并不是战争的专家,不像和吉姆马蒂斯或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这样的人谈话。 对我来说,我们是精神存在于物质包裹中的人,其中存在着自动的可怕张力,这在我们自己内部创造了一场战争。 因此,外部的战争当我想到以色列军队面对十比一的敌军时,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隐喻。 对我来说,我们内心斗争的战争是为了回归流亡,六日战争是重新建立以色列国家的高潮,因为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一直在敌人手中,而亚历山大大地的征服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 他的父亲菲利普一世创建了第一个国家首都和国家,并通过创造军队和征服世界的梦想,为那些山民和巴巴里人马其顿人和克里特人创造了一条出路,使他们不仅可以个体超越自己,还可以作为一个民族。 所以,这符合你所说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这不是我觉得这些故事有趣的地方。 斯巴达人在热门拨来的行动是另一种战争隐喻,他们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自愿赴死,就像耶稣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做出个人牺牲一样。 作为团体的斯巴达人在热门拨来展现了这种牺牲,我不知道这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但这是我所看到的,我时常被邀请向海军陆战队等组织发表演讲,但我拒绝了,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战士阶级的代言人。 不过,你不是说战争是一种隐喻吗?从联合心理学原型的角度看,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战士,如果将生命看作至少是一些男性的生命经验,最早的原型是青年、流浪者和学生之类的。 然后在15岁到20岁左右,战士原型开始启动,我们想要踢足球,我想要学习武术,我们想要加入特种部队,与朋友们一起hang out,这是我们伟大的纽带,我们想要在逆境中挑战自己等等。 但是在某个时候,我们会超越这个原型,成为父亲、老师等等其他原型,所以我对战士原型很感兴趣,但并不代表它是最重要的。 在我的书《战争的美德》中,有一个名叫泰勒蒙的角色,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当他在亚历山大的军队中时,当他们到达印度时,他变得着迷于体操运动员、瑜伽士等等。 他对亚历山大说,这些人是我们的战士,即使他们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度过每一天,如果我们谈到你在诗门中写过的六日战争,也就是以色列战争,是你所写过的战争中,我们今天仍在其中的一场战争,那么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什么,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在你看来,这场冲突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能从这场仍在进行中的热点冲突中学习到社会和人性方面的什么呢? 当我写诗门中的六日战争时,在引言中写道,这不会是一个多方面的故事,我是一名犹太人,我认同以色列人民,我将完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次战争,所以,这可能不是你想问的,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热衷于以色列人的故事,六日战争是一段至少有三个宗教认为圣地的土地之争,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里是以色列建国和大魏建造耶路撒冷的地方,连接着十二支派的土地等等。 对我而言,六日战争代表的是流亡和分散后的回归,经历了两千年的离赛。 当然,对于巴勒斯坦人或沙特阿拉伯人而言,它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宗教信仰,种族民族身份是这场冲突的核心,什么是犹太人,是相信这个宗教的人还是某个特定种族的成员,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形成了这个种族。 穆斯林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火星上来,我们难道会区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吗?你无法凭肉眼区分他们。 信仰的具体细节并不一定是定义一个人的事情,许多犹太人是世俗的,但在以色列生活并有着强烈的情感纽带。 六日战争中,我与士兵交谈时,他们大多是世俗的,这对他们而言不是宗教信仰的事情,而是国家事务。 在以色列生活感受到的军事冲突,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与我们看待美国时,所感受到的距离和疏远是很不同的,人们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一定要去一趟,你会发现那里的感受与美国完全不同。 犹太社区的冲动是想到如何接触到另一方,你知道我们如何向他们展示,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人类,并向他们展示,我们关心他们等等,这与战争有所区别。 如果你在以色列,你知道你和我都是以色列公民,你现在可能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或坦克指挥官,而不仅仅是像你知道的那样,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说,所有那些恨我们的人,我可以在这里骂他们吗?他们会杀了他们杀了你知道,如果他们敢跨越这条线,这是他们完全不同的观点。 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更健康的观点,你认为是这样吗?是的,那么让我问一个困难的问题,也许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我们如何解决以色列和以色列或任何地方的冲突? 在任何地方,冲动都是要联系我们,给对方展示一下。 而在这里,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两个敌对的一是当彼此尊重时,他们才能真正走到一起。 当双方能够把彼此看作平等的人,当双方相互害怕时,你知道,其中一方会说,我们不敢越过这条线,与另一方看横。 而另一方也会说同样的话,我认为,那么你可以穿过那个东西,说好的是,他们会待在这里,你们待在这里,我们将在文化上交融,在交流中,我们将有婚姻等等。 但是,一旦一方没有权利,就像犹太人一直以来在流亡中没有权利一样,那么这只是人类的本性。 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任何弱势少数团体所做的事情,他不是唯一一个,我不单指责他一个人,那是人类的本性。 所以,我认为,那个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越过线,会杀了你,这真的是个好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因为现在你们可以坐在桌子的对面说,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们要如何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怎样做来不伤害彼此。 你想抚养你的孩子,我也想抚养我的孩子。 因此,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达成一种权利平衡,但是,你并没有谈到存在着深根的对其他人的仇恨。 那么,是否有减轻这种仇恨的方法呢? 爱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仇恨可以消除。 我真的这么认为,即使是到现在,虽然我没有亲自见过,但他们说,沙特人和以色列人正在通过对伊朗的共同恐惧或敌意进行合作。 我认为,即使是悠久的仇恨和敌意,也会在适当的情况下消失,不管是在多长时间的尺度上,比如有人认为,必须有人死去,必须有几代人逝去,并且新一代人减少了仇恨,还是一个人可以学会不仇恨。 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学会不仇恨,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似乎并不起作用,我们一直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灵性境界,当你谈论这个问题时,你处在佛陀,耶稣或其他某种改变灵魂的领域, 但我确实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么你认为战争的未来是什么?特别是许多人认为,军事工业的冲突正在扩大,你认为人类会继续战斗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认为,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电视电影等,可以促进跨文化感情的东西的出现,越来越难了。 我认为,不应该像以前的战争那样,彻底的妖魔化对方,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们不想打仗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现在每个人都很胖,很懒,关注的只是他们得到多少点击率。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我知道两代人都渴望参加战争,我认为那是疯狂的,但那种战士原型是我们之前谈到过的,是那种生成的高丸素箭头,而如今,我不知道,很难说,不会有另一场战争,因为总是会有战争,但现在很难想象,人们会起身做任何事情。 这很有趣,你提到社交媒体是共情的地方,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战争或仇恨死亡的地方,也许仇恨在社交媒体上的积极方面是相对无害的,因此,它会逐渐消失,你可以每天得到一些仇恨,但永远不会达到你想杀人的程度。 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真正理解,比如孩子们在电子游戏中扮演这些可怕的角色,但如果他们割了手指,他们就会吓坏。 此外,我认为,许多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仇恨的人,如果面对面则不会这样做,因此,同时存在着两种心态,我不知道这会如何影响军事方面,比如在美国,如果征定,这一代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以前的一代人,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有不同的反应,另一个问题不确定,你想过,但我正在致力于在我们的社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战争,自动化杀人过程,使用飞行器等武器越来越普遍,我应该退出这个话题, 因为我并没有思考过它,我宁愿问你,你是否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它与热门的战争场景有着根本的不同,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看看热门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你会发现,他所描述的战争和现实战争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枪和剑还没有被发明,有一个斯巴达国王被展示了一种新发明,可以发射一根剑,杀死二百马远的敌人, 国王流泪说,哎,荣誉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当时的战争是高度里一化的,荣誉准则是,除非你自己处于被杀害的风险中,否则你不能杀死另一个人,任何其他方式都被认为是不够男子汉和不够荣誉的,也许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代,因为这至少可以真实和真正的增加赌注,而且我们不会失去人性,您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写过关于血腥冲突的书籍, 让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是否思考过杀害一个人所需要的代价,如果您自己能够做到呢?当然,人们永远无法预测结果,我当然没有参加过战斗,也没有杀过人,但我想象在现实世界中,他会永远地改变你,因为你不得不意识到,你刚刚杀了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我的确很难杀掉一只蜘蛛,所以我想这是一些战士理解而其他人不能理解的东西,我是说,你曾经和那些看起来像是军人战斗经验的人交谈过,对吗? 哦,是在以色列,他们能够表达杀人的经历吗?这就像我说的那样,我甚至在想我采访过的一位飞行员,他在那里开着野马,扫射一辆坦克,以非常低的高度看到了他的子弹对那个家伙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他的脸等等,这甚至比一个步兵离他更近,当一个步兵这样做时,他说,和我说的一样,这会改变你,你永远无法表达出来,他们不再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或看待任何事情了,而当发生那种规模的改变,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至少是我看到的,但问题是,这并没有改变国内政治家的想法,死亡有多重要,有多有限,这个事实对创作过程有多大的影响,战争中的杀戮真正强调了这一点,但总的来说,这个事实是让人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感悟。 哦,他真的会,我是认真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死亡,你有没有沉思自己的死亡和你所从事的工作,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Lex,其实我已经75岁了,几个月前,我在纽约和一个和我同龄的朋友一起吃早餐,我问他,Nick,你有想过死亡吗? 他说,每一分钟每一天都会想到,我听到这话非常欣慰,因为我也是,我一直这样想,我觉得死亡的事实赋予了生命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创造,想要留下痕迹,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死亡另一面是什么? 我相信前世今生,所以我想,在众多问题中,我始终无法回答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身处于肉体,我认为,上帝或某种力量让我们走上了某种旅程,但我不确定,为什么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上,这里的基本规则是动物生活需要杀死和吃掉其他生命形式,这真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你知道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头上装着太阳能板呢? 与每个人都成为朋友,所以我不太明白这一切是为什么,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大问题,例如,你读过《孔子证》的作者贝克尔吗?贝克尔是一位哲学家,他说,恐惧死亡实际上是驱使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主要动力,我同意弗洛伊德也有这样的看法,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生命会重新投胎?可以具体阐述一下吗?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或许有前世的想法,你认为我们之前经历过什么,或者大部分只是一些模糊的印象?对于具体的事情,我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当你看到孩子, 年轻的孩子或者猫狗进入这个世界时,他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个性,一个家庭里的三个孩子会变得完全不同,成为完全独立的人,他们的个性不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改变,我在我的书《艺术家之旅》中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列出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所有专辑或菲利普罗斯的所有书籍,这样的作品集展示了这些人在30年,40年或50年间的一些主题,你会发现这些主题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写出菲利普罗斯的书或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曲, 你甚至可以看到某种命运在那里,所以,我问自己这来自哪里?它似乎是某种之前发生过的事情的延续,会导致其他事情的发生,因为它并不是从零开始,它似乎已经有了某种召唤和命运,这让我们回到了它所操作的人,这样这个人的灵魂可以去天堂,这是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 只有这些存在物,无论你想称它们为天使,实体,妙思或其他什么,它们一直在我们身边,并等待着指导我们在创意事业或生活中的努力,但我们必须敞开心扉,接受这种指导,听取来自我们内心或超越自我的灵感,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方式。 但手术台上的那位普雷里病人,他没有看到它,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手术室里除了可能要死的那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突然看到了它,但我相信有这样的存在,或者,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说法,那么它是一种力量,一种意识,它就在这里,正在试图与我们沟通,就像敲打那边的窗户一样,它们就在那里,它们承载着未来,它们是潜在一切的万物,包括你将要做的一切工作,比如你的创业公司等等,它们知道这一切,并且在我看来, 这些想法并不是真正由你产生,而是这些事情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就像有人敲门,然后把它放进来,就像伊利亚特中,众神和女神总是和人类的对抗者一起出现在战场上,河马总是快速地在奥林匹斯和现实世界之间切换,有一些情节是描述阿富罗迪特想帮助巴黎,所以,他会出现在他的梦中,以他哥哥的形象出现,并敲响门口,这些生物和存在是一维的,就像古希腊人所理解的那样,它们试图与我们沟通,我相信,这正是正常, 发生的事情,不管你使用哪种比喻,在这种沟通中,它们的作用有多大,你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而不是坐在电脑前盯着空白页面,等待什么,如果在你的观点中,这些生物基本上是在等着告诉你关于你未来的事情,或者它们有选择吗,有多少可能的未来和想法存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基本上是有选择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程度,但是,如果你看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专辑, 它真正可以做出多大的改变呢,它坚定的前行,仿佛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步伐,或许,河流本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但它所面对的问题,超出了它的控制范围,它被吸引着,被召唤着,无法停下来,这是一种合作关系,创造力来自某个地方,或我们内心深处,就像我们是巷子,成长为巷树,意识到,键盘前的鸟儿,正在将它的意识,应用于创造过程中, 同时也开放着自己的潜意识,或其他领域,许多歌曲创作者称,歌曲就像从头顶落下来一样,它们只需要写下来,但你是否见过祭祠的,美式永恒的喜悦笔记,整个页面都是土改痕迹,尽管它的意识在工作中,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合作关系,当我开始写作,并尝试写小说时,我尝试过很多方法,但都失败了,我太过尝试这样做,就像禅宗僧侣,或某种修炼者那样,总是被思绪所困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更加熟练了 能够释放那个过度努力的自我,让天使们更容易的说话,请问如何用简单的话表述放下的过程和清空沟通渠道,需要哪些条件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放下的过程有点像冥想,虽然我不是一个冥想者,但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坐下来,停止思考,它非常难以用语言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冥想老师使用技巧和方法的原因,至少对我来说,这是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我曾经试着用头撞墙,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并没有什么窍门或捷径,这就像是一个长期的修行,需要耐心和毅力,但学习心技能时,同样需要不断练习和钻研,关键在于,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方式,比如冥想和写作等等,坚持不懈,不断试错,这才是放下和清空沟通渠道所需的过程,写作时,当灵感如流水一般时,你会知道自己在进入状态,但有时候,你就是无法做到,而且,你试图从之前没有灵感的时刻中回来,并审视自己所写的东西,思考我做了什么,这是怎么发生的,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直到最终,它变得更容易为止,在你阅读完自己所写的东西后,你能够准确判断它是否足够好吗,并不是一直都行,虽然现在我能辨别好坏,但以前很难分辨,我觉得编辑的过程就是评估你所写作品的过程,而不是写作者所做的事情, 我最近谈话的那位先生是我的编辑肖恩科恩,他曾在双日出版社担任编辑时,买下了火之门,Gate of Fire,我完成一本书后,我会把它交给他,他会给我反馈,编辑并不只是修改标点符号,而是要全面审视整个作品,看它是否运作良好,如果不好,那么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像要建造金门大桥一样,如果一根梁不能精准,你就可以发现它, 我认为,真正有技能的编辑像肖恩一样,能够理解故事背后的原理,并且因为我太接近自己的作品,已经失去了一些客观性,肖恩能够给我建议,指出哪些地方可行,哪些不可行,具体来说,他是给你什么样的建议,他会告诉你故事的框架不正确,比如说开始的点不对,还是会从更高的层面来审视作品呢,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你可以做得更好,不,他不会那样做的,但很多都关乎于流派和你所从事的流派类型,我要提到Jim,这是Sean把我的故事, 工作全部推翻,让我重新开始的一个案例,具体来说,这是一个超自然精总片,就像玫瑰玛丽的宝宝,或驱魔人,他告诉我,犯了某些违反流派惯例的错误,你不能这样做,必须按照正确方法去做,他向我指出了某些事情,他一定是个读书成体的人,实际上他的工作相当艰巨,是一个优秀的编辑的工作,他似乎天生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他研究他的运作方式,以及什么,使得一个故事成功等等,所以他确实很棒,我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成功的作品, 除非他们本身非常出色,否则一定有一个优秀的编辑,在他们的背后支持着他们,那你自己也进行编辑,我不断尝试向他学习和自己教育,我的博客文章中关于写作技巧的所有内容,都是我试图教自己规则,这样我就能确保像武术或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依赖他人,因为犯错误,真的很痛苦,你真的希望自己第一次就把它做好,在研究中,通常有两三四个人共同工作, 我们写一篇论文,然后分享给别人,他们不仅会批评文章,还会批评基本方面,根据您所提供的内容,我认为,这个人在谈论攻击问题时,可能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因此,别人会说他在问错问题,这对于进行工作非常不利,特别是当存在分歧时,这种方法是痛苦的,但也有帮助,在你的书创意战争中,你谈到了一种名为抵抗力的隐形力量,它会阻止你开始或者完成工作, 你认为这种抵抗力来自哪里,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中会有这种力量,不断试图用懒惰,借口等方式破坏我们的努力,在犹太密教思想中,这被称为耶塞哈拉,耶塞哈拉,是一种负面的力量,我不是唯一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但这是我的回答,我认为,人类可以将我们的身份归位于两个地方,一个是自我意识的自我,ego,另一个是更高的自我,greater self,从容格的角度来看,自我包括无意识的部分,并且与容格所称的神, 人圣基础相冲突,这就是我所称的灵感女神或其他东西,自我意识的自我只是更大自我内的一个小点,自我意识与自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观,自我意识认为,死亡是真实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是真实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彼此分离的个体,我与你分离开来,我可以打你,但不会伤害我,只会伤害你,在自我世界中,主导的情感是恐惧,因为我们都是由肉体构成的,我们都会死亡,受伤,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我们在保护自己时, 甚至包括我们创造的愿望,正是出于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另一方面,与神圣之地相连的自我认为,死亡不是真实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神灵通过念力旅行,自我认为你和我之间没有区别,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伤害了你,那么,我也伤害了我自己,这就是因果报应,在更伟大的自我的世界中, 主导的情感是爱,而不是恐惧,现在,我认为我需要回答你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作为有意识的人类代体,正处于自我和自我之间的斗争中,对我来说,抵抗是自我的声音,因为当我们将意识转移到自我身上时,作为艺术家或科学家,开放自己接触到宇宙维度,其他力量时,自我是非常受到威胁的,因为当我们处于那个空间或状态时,我们就不再需要自我了, 因此,我认为抵抗是自我的声音,试图控制我们,举个不好的例子,特朗普就是自我,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知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零和游戏,而相反的是,像马丁·路德金或甘地这样的人,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终都被暗杀的原因,因为那个自我的声音一直在坚持他自己,并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您想确切地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话题,我可以讲得更详细,有趣的是为什么恐惧与自我相连,我真的很喜欢自我和自我之间的这种 二元对立和斗争,只是自我有着你知道的,他对自我沉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恐惧如此突出,为什么抵抗试图破坏一切,这很明显是出于恐惧,我们用故事的角度来思考,故事中的反派总是代表抵抗,即自我,而英雄则总是代表着自我,虽然不是全部,但可以说大部分故事都是如此,如果您想一下飞船上的外星人,那就是最终的终极反派,他不断变换形态,首先附在人的面部,然后从胸口窜出,但他总是有一种执念来摧毁, 就像自我和抵抗一样,也许Alien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Sigoni Weaver不得不在与外星人同等条件下战斗,但也许更好的例子可能是像卡萨布兰卡这样的电影,在结尾处,Pomphrey Bogart角色不得不放弃自私的梦想,他必须出于自我意识的行动,为了帮助他人而放弃他的生命之爱,Ingrid Bergman-Nilsa Lund,并且把飞机留给他去里斯本,而他则去与纳粹做斗争,在几乎每个故事中,反派都是自我,即恐惧和零和思维,而几乎每个英雄都愿意做, 做出牺牲来帮助他人,放下恐惧才能引导成功,您认为是否有进化上的优势存在于阻力中,这可能是一个明显的或不可能的答案,但您认为如果没有阻力,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另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我也相信阻力如同死亡一样,赋予了生命意义,如果没有阻力,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没有它,那么我们会在伊甸园里采摘水果,无忧无虑,愚蠢的生活,我认为伊甸园的神话实际上是关于这种情况的,就是亚当, 他们和夏娃决定自己动手获取上帝曾说只有自己拥有的知识,当然,一旦他们获得了这个知识,他们就被驱逐到我们现在生活的充满恐惧和挣扎的世界中,这就是人类的境况,意义和目的来自于克服恐惧和克服挣扎,克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另一个方面,它并不存在,它甚至不是实际的力量,它完全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他的放弃, 就像在黑暗中打开灯一样,虽然光明已经到来,但他并没有完全离开,因为他明天早上还会回来,你必须每天都更换电灯泡,因此,最近或者通常情况下,什么是你个人最无情或者更无情的抵制源头,对我来说,它总是与写作和自己的作品不断发展有关,它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变得更少,你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辩解,但实际上总是一样, 我想说它始终如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抵抗力如此多面性,它不断地改变形式,在你提升到更高层次时,抵抗力会变得更加微妙,试图欺骗你,但我认为,你会学会它始终如一,你将永远需要面对它,所以,你的战斗就是坐下来,写下那些只有数字的单词到一个空白的页面,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克服的过程,你有一定的时间,你要诚实地利用它,我确信,即使这场战斗在最高层面上进行,但你要打赢它的方式是最平凡的, 就像武术肯定也是如此,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健身房,用以抵抗训练的方式来加强自己,你要对抗阻力,对吧?我不想去,我不想起床,我讨厌它,但我正在为自己的一天做准备,多年来,我学会了进入正确的心态,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难了,我认为对我和任何人来说,真正的阻力是,下一个想法,下一本书,下一个要完成的项目会是什么?当我问这个问题时,我是在向灵感发问,我在问他,你想要我做什么? 或者我在询问我的潜意识,如果我们看布鲁斯春思听的专辑,他的下一个专辑是什么呢?现在他在白老汇,这是个好主意,对吧?那个主意从何而来?然后对他来说,下一个是什么? 因为那些作品已经存在了,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经典,我们必须侍奉它,否则它会给我们带来癌症,我不是说的那个病人没有良心,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们不侍奉它,它会报复我们。 对我来说,下一个阻力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在于,接下来是什么?当我完成现在正在进行的书后,我不确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同时,我又感觉像布鲁斯春思听的专辑一样,有一个线性的想法,所以说,它在宇宙中早已被预先知道了,你在某种意义上感觉到它。 是的,我不知道它是否像是预定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的,我想相信有种量子力学的方式,一旦你观察它,或许一旦你和灵感交流,它就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件事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分布,它可以是任何事情。 是的,我认为,存在着一种另外的现实,这些现实并不远离我们,我的意思是,不论怎么努力,布鲁斯斯普林斯听都不会写出像乔尼米歇尔这样的音乐,但实际上,它还是做到了,这并不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听通常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回过头来看,这样做可以使事情变得更好,这是一种进化的形式,为什么不把它的音乐带到那里呢?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有意义,我想是因为,如果你能够完成这样做,你就完成了一项很棒的工作,就像奥运会的运动员们可视化获得金牌一样,你会想象,自己完成这项工作吗? 他们会经历整个过程,甚至会想象,站在领奖台上的感觉,你是否也在写作时做过类似的事情,并预想再次结束的那一天的感受和状态,你知道怎样去处理写作吗? 不,因为它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不同于运动的,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没有金牌之类的东西,事实上,我认为,一旦你完成了一件事,第二天,你就会开始另一篇作品,并已经完成了一百页的草稿,这是一个旅程,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我认为这样想非常危险, 想着自己会赢得奥斯卡奖,你知道这对于创造过程很有趣,但也很危险,因为可能会让自己沉迷于自我,我常常跟自己说,我是灵感女神的仆人,我要做她告诉我做的事情,如果我突然想着,哦,我真的很想,女神不会喜欢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在试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同意这种在运动领域里通过冥想来实现成功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它可以将其他事情都排除在外,让你专注于这场战斗,我认为,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而在运动中,自我意识可能比写作等领域更重要,但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你的意思, Alexa,你认为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你知道,很有趣的是,如果看到与斯蒂芬库里的采访,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他有着极强的自信心, 这并不是自大,因为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他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他进行了可视化,也许并不是想赢得比赛,而是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在流程中得到灵感,做他知道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认为在创意世界里,也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其中,舞蹈编导或电影制片人等内部可能会说, 我可以制作一个获奖的电影,我可以导演这部电影,我会排除那些我不够好的想法,我相信我能做到,我不认为这是自我意识,我认为这是实现目标的一部分,像运动员一样,以极端自信的方式进行写作过程,这就是一些最好的运动员所拥有的,你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也可以对自己有极度的自信吗? 我认为可以,当约翰烈农坐下来写歌时,他一定觉得自己能行,你知道的,我不确定是否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会受到自我怀疑的困扰,但我指的是信心,是的,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在自我怀疑之上,我认为我是最大的敌人,你必须相信自己,你知道自己能够做到,当你看到更大的画面时,写作过程基本上是孤独的吗? 不是的,因为你和你的角色在一起,你真正将自己置身于这个世界中,你知道的,我曾经写过这个话题,我的书桌曾经面向一面墙而不是窗户,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想看看窗外,但我在这里,我看到了斯巴达人,我看到了其他的角色,他们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是出于你的某些深层问题而产生的,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他,你可能要等到20年后,或别人向你解释之前才会意识到他,你的角色对你来说是很有趣的,他们的困境也很有趣,你也在努力, 应对他们,你想更清楚的看到他们,所以,我知道这一点根本不孤独,事实上,有时候,我觉得和一些人出去吃饭和交流比较孤独,写作结束后,你会想念角色吗?应该说我对他们有感情,就像孩子上了大学后,离开了家一样,你知道的,他们只在感恩节时才会看到,即使是坏人,我也有感情,也许尤其是坏人,特别是坏人,你曾经说过,即使是成功的作家,也经常不够精神上的坚强,我看过你的帖子,你必须在处理情绪方面,成为专业人士, 你必须成为一个战士,才能成为一名作家,那么,你认为什么使一个战士,是天生还是在写作创作的领域里接受培训的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就像你可能有某种形式的武术天赋一样,但训练才是最关键的,90%的训练,10%的基因,你知道我用了另一个比喻来描述作家,就像母亲一样,如果你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名作家,或任何创意人员,你正在孕育着一些新的事物, 你正在肚子里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在勇气方面,如果你两岁的孩子在车底下,母亲会用自己的双手阻止一辆卡车,这是另一种思考作家,或任何创意人员如何思考的方式,他们正在孕育,创造新事物,所以,在这个底层有着艰苦的努力, 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刚好和亚里安娜·赫芬顿·Ariana Huffington在同一个房间里发表了演讲,我们都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他最近推广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他基本上24小时都在工作,并且他晕倒了,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所以,他写了这本书说,你想建立一个不会牺牲健康,但是仍然能保持高效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他可以兼顾生产力和健康,提评埃隆·马斯克过度努力工作,从而牺牲了你知道的比他本来可以更有效的成果,所以,我正在尝试, 是寻找健康和过度工作之间的平衡,真正努力工作,当我有点犹豫不决时,激情和理智并不重叠,有时甚至完全没有重叠,也许我太着急了,但我觉得疯狂和痴迷并不关心健康,睡眠,饮食或任何其他事情,而努力工作本身就很辛苦,其他一切都可以去见鬼,所以,如果你真的专注于写书,一切都应该去见鬼,你在这个平衡方面的立场是什么样的,健康对于生产力的重要性有多大,休息等等有多重要,从健康角度来看,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义务,只是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不停地工作,但即使那时,我每天早上起床,吃牛肝和鸡蛋,做一些锻炼等等,虽然我还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但我肯定认为,这有点像一个运动员,我确信,像斯蒂芬库里之类的人,完全致力于赢得冠军等等,但他也有家人,经常会见家人,我相信他吃得很好,睡得很好,满足教练对他膝盖和脚踝的要求等等, 因此,我认为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是好的,作为一名作家的好处在于,你不能工作很多小时,每天不超过4个小时,就是最大限度,我从未能够工作超过那个时间,不知道怎么有些人可以工作12个小时,这让我很费解,这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保持健康, 因为当你工作时,身体会消耗很多B族维生素,可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文化吧,亲爱的Lives,不过,并不仅限于俄罗斯,年轻人也会这样,他们总是告诉我,在35岁时,人最活跃,但我确信,我以后仍然可以保持这种状态,职业选择也很重要,几做之类的工作难以长时间完成,而像工程学等学科,有更多的非瞬间灵感的时间需要,所以,虽然需要疯狂的工作时间,但还是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获得真正的天才创意, 我也很苦恼这个问题,所以,我非常理解保持健康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谈论写作的话,那对于你来说,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呢?按小时计划的完美一天是什么样子呢?我会早起,去健身房锻炼,和朋友们共进早餐,我的早起时间非常早,大概在凌晨一点左右,我知道这很疯狂,但我已经习惯了,在和我的四岁和三岁的侄子们在一起时,我会比他们还早睡觉,你说让先谈谈锻炼,我会去健身房,有个教练和几个伙伴和我一起训练,时间大概,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可能会稍微热身,然后伸展一下,冲个澡,吃个早餐,这个锻炼真的很强度很大,绝对不想做太难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样你会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些大事情,同时也不会太难,以至于让我彻底筋疲力尽,然后,我回家处理任何需要处理的信件和其他事项,接着,我会工作大约三个小时,然后,我就像崩溃了一样,我关闭了办公室, 我不会想任何事情,我不会想工作,你下班后会听音乐吗?是的,那时候,办公室已经关闭了,但是在工作期间,我不会听音乐,如果有人喜欢在不同的方式下听音乐,那真的很有趣,我是这么认为的,我知道很多作家都在写作时和灵感对话,你也许已经优化了这种和灵感对话的过程,或者起码想过了,你能再说一些关于这个过程中琐碎的细节吗? 比如你说面朝墙壁的时候做什么之类的,你有一些小习惯吗?我确实有很多小习惯,但我不想告诉你太多,因为这可能会致使它不再有效,我尽量让自己在坐下来的一瞬间就专注进去,尽快进入状态,另外,写一个书或剧本之类的是一个多次修订的过程,在第一稿中,你最多与灵感共处,你将面对一张空白的纸,现在我正在写第五、六或七稿之类的东西,我的一些段落已经写好了,所以,当我拿起来再读它们时,我会有不同的感觉,当我阅读故事时, 它并不是我现在的状态,不完全是深度冥想的场景,部分是,但也在右脑和左脑之间反复跳动,我在思考和评估它,然后进入其中,试图稍微改变一下,当前的状态通常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停下来,直到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样才能避免面对一条无底深渊,写作结束之后,办公室关闭了,我就让灵感自己发展,不去考虑或思考任何创造性的过程,如果晚上散步,有时候会突然想到一些事情,然后去改变它,但那不是我的自我意识在作祟, 而是更深层次的想法,日子如何结束呢?一天的写作结束后,我会关上办公室门,然后剩下的时间就随便干点什么,也许和女朋友一起出去吃晚饭,也许看看书,然后早早地睡觉,因为训练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做武术,则会在前一天晚上进行可视化,激励自己,然后就像灯光一样熄灭,早早睡觉,天一亮就醒来,展望未来,对于今后几年, 你认为灵感还会带给你什么?我不这么认为,你永远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真的相信,你知道那种练习吗?他们会要求你想象自己五年后的样子,然后写一封信给你现在的自己,我并不赞同这种练习,因为我认为,你无法预知未来,就像撒哈拉的故事里说的那样,上帝让世界变得圆滑,是为了我们看不得太远的未来。 作为一名作家或创造者,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我的第一本书是《八格范斯的传奇》,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写什么,直到那本书完成后,人们才告诉我,你必须再写一本,我完全不知道下一本书会写什么,直到最后写出了火之门,如果有人在我开始写作时问我这个问题,我肯定会发疯,所以,我只希望未来会展现出新的可能性,我也会敞开心扉去接受他们,我相信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一点,非常感谢你的访问,你拥有世界上, 最棒的工作,可以与想要见面,并且愿意与你交谈的人交谈,感谢你提出的问题,让我有了很多新思考,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在YouTube上订阅,给五星好评,在Patreon上支持或关注我的Twitter账号,atAlexSweetman,听写时不带意,现在,我要结束了,史蒂芬普雷斯菲尔德的一些话,告诉你,如果你被恐惧所麻痹,那是一个好迹象,恐惧就像自我怀疑一样,是一个指示器,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做什么,请记住一个经验法则,我们越害怕一向, 我们就越能确定,我们必须去做它,谢谢你的倾听,希望下次再见